紧急下单战术背景 以色列真的备战不足吗 大家好我是施涛 10月7日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对以色列发动了 名为阿克萨洪水的进攻行动 那么是把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根据以往的经验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以色列 认为他们会快速的启动 他们的动员机制 动员出一群强大的士兵 平推巴勒斯坦的这些武装派别 结果目前为止 以色列仍然是利用空军 在加沙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但就是没有动员起一支 我们幻想中的强大的部队 最近国内的供应链传出了消息 收到了来自特拉维夫的大订单 是紧急下单来要订购战术背心 有网友就认为 这恰恰证明以色列之前的整个备战 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它的整个军事储备是出现了很多的漏洞 那么应该是长期没有打仗所导致的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战术背心 确实是以色列单兵装备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仅仅是以色列 现在各陆军强国 也是非常重视战术背心为基础的 整个单兵士兵的穿戴的装备 可是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很复杂 一方面有可能是战争的消耗 没有及时的补充 二方面西方媒体就猜测 以色列的很多战时的库存被美国是调往了乌克兰 去支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去了 因此是掏空了以色列自己的家底 这样的例子是在以色列库存的炮弹上 特别是155毫米的炮弹上是有所的印证 第三点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所谓的高磨量材料 也就是凯夫拉来制作的战术背心 其实本质上它是有保质期的 一般开封之后接触氧气都会逐渐的氧化 产生断裂失效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也是解放军之前虽然有防弹背心 但却没有下方给部队及时使用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因为这些防弹衣是有保质期的 有可能是以色列在经过清点之后 发现自己的防弹衣 其实已经零期或者即将过期失效了 那么才会进击下单来备货 不过从目前以色列动员备战的情况来看 确实整个以色列经过了这么多年 在这样和平的环境底下 有了这个所谓的和平击毙 积累下来的这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一次以色列要动员36万的预备役的人员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准备了322万发子弹 21.7万枚手榴弹 7.9万顶头盔 4.65万套的制服以及3500个防弹插板 那么从这些数据大家一下就能看出来 整个装备的数量比起它要动员的预备役人数来说 那是极为不足的 这可能正是经过俄乌冲突之后 整个美国以及西方国家 整个战争库存见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征 那么不仅以色列是这样 整个美西方国家 很多国家是一样的情况 那么在以色列媒体报道中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是起封了大量库存的枪支 而这些枪支并不是被吹得神乎其神 以色列自制的塔沃尔枪族 而是美国的M4A1 并且这些卡宾枪身上的油风都还没去除 可以说以色列这一次确实是被哈马斯给突袭了 非常的仓促 在这样仓促的一个背景下 以色列确实没有复现之前 在多次中东战争中 所打出来的那种动员 国防动员的速度的奇迹 后续我们还要观察 以色列是否还能恢复昔日的荣光 是否还能重现当时的这种战时动员之后 强大战斗力的范例 那么这也是我们观察 目前美西方国家 整个战争体系运转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 大家对这期话都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频道区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alongside还有 procedural じ iff 一 耶 1 weer ека 二